還是 維克特本身就是那個騎士呢 這台炮爆機呢是在遊戲裡面 它的Q技能 H28G 進化砲台 歡迎來到巴巴就是舊家看電影大家好 我是John 奧術第二季已經上市了不知道大家看了沒 等了三年耶 那奧術第二季呢一樣也是舊機 然後分成三個部分一個禮拜上三集 所以完結篇預計會在11月23號上玩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分析第一集到第三集的彩蛋跟細節 所以一定會大大的爆雷 還沒有看的朋友記得要去Netflix上面看 然後再來看我們的影片喔 那如果忘記第一季在演什麼的朋友呢 也可以看我們這一支看前須知喔 那有發現我們的布景不一樣了嗎 這就是奧術 第一集的標題是 玉帶王冠必成其中 它的英文就是 Happy is the crown 也是這一次世界賽的主題曲 林肯 Park的歌喔 雖然說那個MV被罵得很慘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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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離開時我們看到 傑西跟梅爾在爆炸中火的下來 右下方還可以看到金克斯的大招 超威能死亡火箭 這邊比較不合理的就是 通常那個彈頭這樣轟進來的時候 應該會爆掉才對 怎麼會就是一個彈頭躺在那邊 在爆炸後 議會的成員幾乎沒有受傷的有 傑西梅爾重傷的是薩羅 他被壓斷了腿 蘇拉他的一隻眼睛受傷了 跟快要死掉的維克特 另外有三位犧牲掉的議員 分別就是議員Bobuk 還有議員Hasko 任凱特林的媽媽 卡桑德拉及拉曼恩 傑西很急著抱著維克特 想要在他們的實驗室 找到拯救維克特的方法 結果那顆變異的紫色海克斯核心 就跟維克特的腿產生了反應 後來維克特跟核心合體 變成了一個板子 那個板子跟心戰的板子很像 接著來到凱特林媽媽的葬禮 棺材上面可以看到吉拉曼恩的家徽 凱特林有收到很多來自不同家族的慰問信 其中一封他特別拆開的是來自皮爾托福的黑色信封 裡面有一個黑色的勳章 後面才知道原來這是吊念會的入場徽章 這裡他們的細節真的做得超細的 因為吊念會前傑西去安慰凱特林的時候 他們兩個身上都有帶這個徽章喔 後來凱特林的爸爸 把吉拉曼恩家傳的鑰匙給了凱特林 你的媽媽給你留下了 這是一個鍵 然後凱特林要非愛跟他一起去當 比爾托福的執政官 但是被非愛拒絕了 因為在第一季的時候我們有看到 非愛的爸媽就是被執政官給殺死 所以他很痛恨這些執政官 那這邊呢有一個很好笑的細節 你知道凱特林他的設定呢 就是如果他穿高跟鞋的話 他其實是185公分喔 然後非愛的設定呢他是172公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動畫裡面 凱特林看起來一直都是比非愛高 因為他們差13公分 你正確 Kate 另一邊傑西守護著維克特 很不敢相信 明明自己就在維克特的身旁 但是爆炸的時候自己卻完全沒有事 你應該是他在那裡 別說了 今天我們有個推測 因為我們在第一季最後有看到 梅爾背後發出金色的光芒 加上他小時候穿的那個服裝 看起來很像遊戲中的道具 日輪的加冕 那這個道具呢就是你發動後 自己的角色跟旁邊的角色 一定距離以內的 都會被上一層護盾 所以我們懷疑呢 梅爾可能有這個東西 或是他就是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我們在他媽媽安比薩的MV裡面有看到 安比薩懷著梅爾的時候 曾經瀕臨死亡 然後我們看到 在肚子裡面的梅爾 他的眼睛一度發亮 所以我們就推測 他該不會就是在那一次得到某種力量 又或者是某個力量甦醒 又或是他得到了死神的保護之類的 所以他這次的爆炸會沒事 而且他自己本人好像也不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研究這一段的時候 有發現 梅爾背後的金色 看起來好像是他身體的一部分 因為他只有在沒穿衣服的時候 才可以看到這個金色的地方 其他的時候呢 都被衣服折住了 希望之後呢 這個可以在這一集裡面得到答案 再來有一幕 我們可以看到 壞掉的海克斯手套 還有傑西的錘子 暗示之後 菲哀會跑回來這裡拿錘子 畫面回到難過的菲哀 他跑到了橋下 遇到另外一位 皮爾托弗的執政官 Loris 後來又來了另外兩位執政官 Maddy 還有Stab 而菲哀也因為他們 對於執政官的印象 有改觀 所以他就決定要加入試試看 那這位Stab 愚人呢 你不覺得他看起來很像 遊戲裡面的納米嗎 還有我們之後有看到 梅爾有去找一位半兔子的人類 那這些半獸半人的混血兒 或者是獸人呢 在這個世界 被稱為 范斯塔亞 遊戲裡面有很多范斯塔亞人的英雄 像是 納米 妮可 雷格爾 悟空 瑞空 還有 剎亞 那范斯塔亞他們很特別 他不是真的是人類跟動物的後代 他們的故事呢 是在上古時期 當時有一群泰坦 從天而降 為了要保護這個世界 那個時代的幾位聰明人類 運用了靈界的自然力量 把自己變成了范斯塔希萊 最後打敗了泰坦們 之後他們就留在人間 跟人類有了後代 也就是范斯塔亞人 但比較特別的一點呢 就是在這個新的時代裡面 范斯塔亞人已經 開始沒有後代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一個慢慢在絕種的種族 抱歉 但我真的不能 回到影集 我們如果仔細看 街上其實是掛滿了 歌劇表演的宣傳棋子 看起來這個表演就是 佳文四世的故事 可能因為那是他的頭盔嘛 這邊還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進入吊念會的人 如果是貴族 就是拿著黑色邀請函入場的 如果是平民 像是非愛的這種 就會被收生 所以 那些偷偷混到吊念會的人 一定是有管到 拿到黑色邀請函的 當然第三節最後我們知道 背後安排的就是安比薩 在吊念會上非愛看到有一個 奇怪刺青的執政官 他就覺得 上層的人不應該會刺青 沒有想到 非愛很害怕的暴動真的發生了 這是由其中一位化學男爵 Renny帶頭的 Renny的電鋸武器 看起來很像遊戲中的 生化龐克煉鋸之劍 之後從飛船上面跳下來的 暴動分子穿的盔甲 很像是渦輪煉金罐 就是可以讓人家跑很快的那個 這個盔甲在第一季第八集 菲埃跟傑西去地下城 破壞工廠的時候也有出現過 所以就是下城才會使用一種化學盔甲 很有趣在打鬥的時候 傑西還拿起了一個小錘錘來當武器 他真的是非常喜歡錘子 小錘子也不放過 大錘子也不放過 在戰鬥中 Loris有很像布朗姆一樣 拿著盾牌擋下了攻擊 在最緊張的時刻 安比薩帶著他的諾克薩斯軍隊 過來救援殺掉了Rennie 在這一節最後我們看到 凱特琳用他們家族的鑰匙 打開了他們家的秘密 可以看到房間裡面 有歷代吉拉曼恩領袖的照片 在家族紀錄的幻燈片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毒物裡面 好像有一對眼睛 那這個臉呢 看起來其實很像鏡爪 那因為鏡爪是死神 所以當毒物在攻擊這個城市的時候 應該是帶走了很多條生命 所以死神才會出現在這裡 這時背景音樂播的就是 抒情版的Heavy is the crown 當然呢在這一集 這個王冠指的就是 凱特琳拿起了家族 很沉重的那個責任 他不是真的戴上那個王冠 然後要指的當然也不是faker 雖然說是faker 可是不是faker 那這裡再度使用了 剪接的蒙太奇 montage 簡單來說呢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畫面 不同的時間順序 把他整個插在一起 同時好像看了三個故事一樣的感覺 一邊可以知道吉拉曼恩打造了佐恩的通風系統 另一邊可以看到傑西在幫忙打造海克斯武器 然後我們又看到議員不確定要不要用這些海克斯武器的時候 凱特琳就帶著他的海克斯小隊出現 然後就說來吧 尊敬我尊敬 或保持你的嘴尖 這邊值得注意的是 凱特琳終於拿到他遊戲中的武器 海克斯科技狙擊槍 那來到最後的片尾 我們看到辛吉德來到某一個北方寒冷的野區 找到了狼的洞穴 裡面是這一隻雙頭狼 Merkwolf也是在遊戲打野的時候 三狼裡面中間那個最大的 你知道我玩遊戲玩了這麼久 我都沒有發現他是雙頭狼 就這一次因為影集看了以後 就為什麼兩個頭 然後回去看真的要兩頭 走進去之前我們看到辛吉德拿起了毒氣罐 也就是他遊戲中Q的技能劇毒蹤跡 好想要看到下一幕 辛吉只要跑過去 然後讓他聞那個毒氣 然後就開始往後面跑 這樣啊啊啊 然後那個毒氣就一直在噴 然後那個雙頭狼就一直聞 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死掉了 然後就哈哈哈哈丟一下 第二集任他化為灰燼 Watch it all burn 一開始我們看到吉英克斯 在幫希爾科水漲 地點應該就是希爾科 差一點被范德爾殺死的水池裡 第一集第五集 希爾科也是在這裡跟吉英克斯說教 接著我們看到由希爾科為首的 佐恩化學男爵組織 雖然說他是男爵 但是裡面還是有女生 化學男爵組織裡面 還有希爾科跟他的右手 Savika 我會說他是他的右手呢 因為Savika沒有左手 然後看到Fin 他在第一季跟Rennie一起反抗希爾科的時候 有被Savika殺死 但Rennie因為剛失去兒子 所以希爾科看他可憐就把他放走了 Rennie的兒子就是在第一季 工廠大戰中被傑西意外殺死的小朋友 那當然後來我們才知道 安比薩就是用了這個資訊 讓Rennie跑到調內會議上面大鬧 然後報仇 再來我們看到Cross 他掌管的Hutch Company 這間公司像是情報中心 如果想要知道佐恩的任何秘密或是資訊 找他們就對了 Marga他是Vix的老闆 Vix就是提供一些讓人家開心的服務 就是酒店 非愛跟凱特林有去那邊 知道就是開心的事情 再來是Smitch 他是一個約德爾半機械人 他開了Scrap Hackers 就是專門幫助人跟機械合體跟強化 讓他們可以增加力量跟速度的公司 那看起來就是在希爾科死掉之後 是由他接手開始賣微光 那化學男爵原本是六個人 現在只剩下三個人 但因為他們都不是很聰明的領導人 所以沒有要一起合作 反而是互相競爭 想要搶地位讓佐恩大亂 我們看到基因克斯 他一個人走在路上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小朋友 他的帽子跟提摩一樣 連做出來的事情都跟提摩差不多 就躲在旁邊等時機到的時候他才會出現 在後面通緝牆上我們看到 右邊有一個塗鴉 看起來很像是藍Buff的圖案 另一邊Smitch來到了Margot的地盤 發現灰霧已經蔓延到這裡 他們還被莫名的東西攻擊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們以為 那是基因克斯做的 但後來才知道不是喔 是另外的神秘人物 接著Savika跟剩下的三位化學男爵 在佐恩之子開會 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再內鬥了 就算聯手也打不過上層的人 這個時候Smitch就提議 應該要把吉因克斯交出去 這樣就可以化解危機 但Savika不想 因為之前希爾科就是為了這個問題而死掉的 再來我們看到Savika跟吉因克斯的對話 其實在第一季的時候呢 他們算是公司的死對頭 兩個在同一個公司工作 然後就是競爭的關係 但後來老闆死掉之後呢 他們決定要一起合作 感情就變得比較好 另一面維克特終於醒了 他發現傑西不但沒有毀掉海克斯核心 反而還把自己跟海克斯核心合為一體 感到非常的生氣 他應該沒有生氣 他應該就是一個電子群號而已 傑西為了討好生氣的朋友 還說他不要再當議員了 只想要一直跟維克特一起做實驗 我覺得他當下是因為嚇到才會問 因為他才經歷過炸彈 他一定是真的 當下的真的 渣男都這樣 我現在明白了 我的位置一直在這裡 在醫院 在你 艾克跟野火幫一直收留下沉的難民 這裡也有看到他的夥伴Scar 他是一個叫做Kirion的種族 是有著蝙蝠外觀的人形生物 那我沒有查了一下 雖然他們看起來像是 泛斯塔亞人半人半動物 而且又有點像約德爾人 因為全身都是毛 但目前為止都還不確定 他們到底是不是 泛斯塔亞人或是約德爾人 只知道他們是原本就住在佐恩的居民 就是原住民的概念 旁邊我們看到可愛的漢伯丁格 正在跟小朋友玩泡泡 這台泡泡機呢 是在遊戲裡面 他的Q技能H-28G進化砲台 原來那個砲台原本是泡泡機欸 那超可愛 他頭上還有帶那個野火幫的小面具 艾克跟漢伯丁格發現 樹上的葉子被奇怪的東西給感染 他們偷偷摸摸的 又回到了漢伯丁格以前的實驗室 在這裡漢伯丁格講了一個 很可愛的遊戲梗 Brembleback就是野區裡面的 紅buff樹精長老 但是艾克以為這是漢伯丁格隨便編出來的字 所以聽不懂 所以這個艾克沒有打過 他們見到傑西後發現這個感染的圖案 跟之前實驗的結果很像 其實第一季 維克特也有拿著這個圖案 去找星級德問過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被感染的植物都死掉了 再來我們看到 維克特在佐恩行走的時候 有看到珍娜的畫像 那遊戲裡面 珍娜其實是一位掌管風的女神 在古代的蘇瑞瑪 就有很多珍娜的信仰 還會對她祈禱 據說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 珍娜一定會出現來幫忙 之後這個信仰也有被帶到佐恩來 因為佐恩以前是一個海港城 所以人們會跟珍娜祈禱 希望可以有比較溫和的海浪 對的風向 隨著時間過去 大家對珍娜的信仰越來越少 但在佐恩下沉的時候 受難的佐恩居民還是跟珍娜求救 那時珍娜就突然出現 用她的魔法制止了水 讓水沒有辦法淹沒到居民的家 還讓大家有時間可以逃離 她還有用風把濃煙吹散 大家才可以看到逃跑的路線 還有乾淨的空氣可以呼吸 雖然那次的事件有很多人死掉 但活下來的人都非常感激珍娜 讓佐恩再度燃起對珍娜的信仰 所以佐恩的人呢 他們就是供奉這個女神 就珍娜的故事下面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一個被皮爾托弗的人霸凌的佐恩小男孩 她一直在哭 所以說他們在欺負她 然後突然間珍娜就從她後面出現抱了她一下 然後就說沒事的 然後就用一個龍捲風把霸凌她的皮爾托弗人給捲走 回到維克特 維克特碰到變成毒蟲的哈克 她一路尾隨著維克特 想要搶走她手上的拐杖 但維克特只是摸了她一下 就治癒了哈克 所有的毒蟲 好像看到神機一樣就跪了下來 之前呢我們都一直開玩笑說她是鋼鐵耶穌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圖片的話 她比較像是鋼鐵摩西 因為摩西就是拿著那個拐杖穿著斗篷 然後摩西也是解放了一群人 對所以很有可能維克特就是摩西的角色 像是解放了佐恩的毒蟲 不被毒給控制 然後把毒物劈開 中間有一個道路 他們就這樣走過去 你不用再悶了 另一邊的凱特林知道自己的家族建造了佐恩的排氣管之後 就跟海克斯五人小隊 一起來到小時候 菲艾跟吉英克斯打電路的地方來抓吉英克斯 順帶一提 你知道現在登入英雄聯盟其實還有一個小遊戲喔 就是 Ginx fixes everything 吉英克斯會修好所有東西 你要幫吉英克斯找東西 然後修好他想要修的東西 那在玩完第一關之後呢 他直接會連結到影集的這一幕喔 所以吉英克斯來到這裡就是為了要修Savika的機械手臂 吉英克斯看到有毒氣進來 而這個毒氣旁邊有一個臉 看起來非常像費德迪克 Fiddlestick 那這應該就是一個彩蛋 畢竟費德迪克就是恐懼的代表 接著我們看到只有眼睛像怪物的出場方式 跟之前Smith手下在Margaret的地盤被攻擊的樣子一樣 所以可以確定攻擊他們的就是凱特林小隊 他們在各大化學難學地盤放出毒氣製造混亂 同時也故意讓他們搞內鬥 你知道我在看這五個人 從毒物裡面走出來那個樣子 看起來超級像是在致敬新的ARAM地圖 因為佐恩的隊伍他們真的就是從地下道這樣出來 然後旁邊兩邊原本是草叢的地方呢 也被改成是毒物的樣子 還不知道朋友呢 現在英雄聯盟的ARAM 隨機單中有奧術特別版的地圖喔 整個橋都變成了進步之橋 裡面有很多奧術的彩蛋 非常特別非常難得 因為隨機單中通常他們都不會去改任何東西 這一次真的有被關心到 突然間大了一個廣告 那回到影集裡面 這一幕另外一個我想要提到的就是 你不覺得Loris在拿盾牌的時候 看起來像布朗姆嗎 然後跟著吉英克斯的那個小孩 很像提摩 因為故事沒有辦法真的帶到布朗姆跟提摩 所以他們用了很類似的角色出現 故意就是要讓我們想到這些英雄 雖然沒有找到吉英克斯 但菲艾在地上撿到了小時候的朋友 Milo的護目鏡 之後我們有看到 菲艾就把這個護目鏡帶在頭上 完成他在遊戲中的經典造型 也完成了第一季很多粉絲的心願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這個護目鏡怎麼在吉英克斯那裡 不是應該在飛在頭上 吉英克斯逃離遊戲場之後 又被Smitch給抓到 那這裡的翻譯用了一個遊戲梗 Draw back you long range types ADC的意思是 Attack Damage Carry 指的就是很會Carry很會C很造的下陸射手 吉英克斯在遊戲中的定位就是一位下陸射手 那會不會C當然是要看玩的人到底會不會C啦 這個時候呢 Svika出來幫忙 用了吉英克斯製作的遊戲風假手臂 像吃餃子老虎雞一樣 成功的打敗了Smitch 這一集最後我們看到 星級的用抓到的雙頭狼在做未知的實驗 但對於聰明的朋友來說一定就是已知的實驗 他就是在做狼人 第三集總算叫對名字 Finally got the name right 這一句話其實是在說吉英克斯 因為吉英克斯消失後 叫做爆爆Powder 但因為他的猴子炸彈 不小心炸死了范德爾跟他們的朋友們 讓飛艾很生氣的叫他Jinx 那在英文裡面 Jinx的意思呢 是帶來懷孕的人 中文來說的話應該是掃把星 一開始演出 凱特琳在吉拉曼恩家傳的鑰匙中知道 他們以前在裂鉤上進行工程 意外的造成了毒氣體 吉拉曼恩家族就製作了通風系統 讓下層的人可以呼吸 那根據遊戲的背景故事 這個毒氣叫做揮霧 是皮爾托弗工廠排到下層佐恩的廢棄物造成的 那老佐恩的人呢 因為之前比較常吸這些毒氣 所以他們其實有點習慣 還可以吸幾口 不會直接昏倒或是不能呼吸 比較新一代的佐恩的人 他們就要戴防毒面具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吸這個空氣 他們會咳嗽啊會直接暈倒 凱特琳就利用這些排氣管 在他們特工隊出現的地方 會先放出揮霧 製造下層人們的內鬥 再出來抓人 或者是想要找吉英克斯 這一招真的很壞 其實菲艾也覺得超級不OK 因為會害到很多其他的人 然後這個時候呢 背景音樂我們還聽到 這其實就是在暗示 凱特琳已經開始變成壞胚子 其實這一段也解釋了 為什麼吉拉曼恩可以得到那麼高的權力 而且大家都很尊敬這個名字 好像就是因為他們 佐恩才有空氣可以呼吸 但沒有想到 原本應該是要守護佐恩的家族的成員 現在卻用了這個毒氣 想要來抓人 然後來報仇 再來我們看到安比薩的戰船 有人說這個戰船很像是卡牌遊戲 符文大地傳說裡面有介紹過的 諾克薩斯戰艦 The Viathan 但我們覺得不太像 因為如果你真的去看那個圖片比對的話 你會發現大小有差 而且安比薩的船沒有後面那個三個大煙蟲 再來我們看到商務會的領導人 Amara 來找安比薩 後來才知道他其實是黑玫瑰的人 但我們不確定他是不是勒布朗 還是他只是一個其中的小喽啰 解釋一下 黑玫瑰是在諾克薩斯 暗地裡操控政治的團體 很像是光明會 或者是沙丘裡面的姐妹會 又或是福音戰士裡面的Seal 黑玫瑰的人都會戴著面具 所以有的時候 他們連自己人是誰都不確定 他們有自己的目的 雖然沒有公開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幾百年來他們都在背後 影響著每一位國王想要做的任何決定 而黑玫瑰的創辦人就是勒布朗 跟吸血鬼弗拉迪米爾 如果想知道諾克薩斯是怎麼建立的 黑玫瑰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 魔鬥凱撒又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朋友 可以來看我們這支介紹影片 Yeah Amara跟安比薩說他要來討債 接著他就用勒布朗在遊戲中的一技能 幻影鎖獵困住了他們 說完了這些話後 安比薩他們破壞了鎖鏈 殺了Amara 那這邊有一個超級酷的小細節 因為安比薩的手下 在解開鎖鏈的時候 他的武器發了綠光 這該不會是魔鬥凱撒的力量吧 綠色通常都是陰界的力量 加上他們的對話 我們可以簡單的來一個猜測 因為勒布朗呢在千年前就是他偷偷的聯合蠻族 把魔鬥凱撒的靈魂跟戰甲給分離 放逐到死亡的世界 剩下的戰甲空殼則是被封印在 不朽堡壘地底下的秘密地點 那這個秘密地點只有勒布朗自己知道 所以該不會 安比薩的兒子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偷走了擁有魔鬥力量的戰甲 或者是一部分 然後因為這樣子 他被黑玫瑰給追殺 然後被殺死 那有沒有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安比薩他們的軍隊 也會使用一點魔鬥的力量 或是持有戰甲的一部分 所以才會有那個綠色的光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該不會他拿到這個戰甲的一部分 或是拿到這個東西 加上皮爾托弗海克斯科技的力量 安比薩可能就會得到更高的力量 然後可能可以消滅黑玫瑰 所以黑玫瑰才會那麼的害怕 又或是 黑玫瑰其實很害怕安比薩 不小心復活魔鬥凱撒 然後他們其實怕的是魔鬥凱撒復活 對我覺得這兩個走得有可能 安比薩知道這個人只是一個軀殼 但他有提到 自己害怕黑玫瑰會回來找查 為了要保護梅爾 還是故意要跟梅爾保持不好的關係 另一邊斷腿的議員沙羅 偷偷的在用微光開心 安比薩請他要召集所有的議員開會 也就是這一集最後那個會議 來到了劇院 我們看到這個劇院上面 其實有梅德拉達家族的加徽 就代表著這個劇院其實是梅爾的 劇院的外面可以看到 加文四世的棋子 裡面可以看到他們在彩排 不僅就是蒂瑪西亞招牌的白色石頭建築 所以奧樹這個時間點 蒂瑪西亞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在看前虛之的影片裡面 其實年代講錯了 因為奧樹的第一季第四集 漢莫丁格有說 現在慶祝的是 第200年的進步日 你能相信嗎 我們的城市快要變成200年 那皮爾托福是在772左右建立的 那200多年的話呢 就會來到差不多是 985到995AN 蒂瑪西亞之前的國王 加文三世 莫名其妙被刺殺身亡的時候 還有賽勒斯逃獄的時間 是發生在996AN 因為時間很近 很有可能奧樹現在這個時候呢 那個事件已經發生了 因為是我們剛剛是說左右 加減可能5年都有可能 所以有沒有可能這個歌劇就是在演 加文三世死掉了 然後加文四世上位的故事 接著傑希他們在討論 奧樹海克斯科技 還有狂野符文的時候 這一段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真的看不懂 我不知道那個差別在哪裡 所以我們後來研究了一下 整理了希望也可以給看不懂的朋友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解釋每個名詞還有它的意思好了 第一個是海克斯水晶 Hex Crystals 這個是第一劑吉英克斯他們偷到的 一個很不穩定 稍微碰到撞到就會爆炸的危險水晶 再來就是海克斯寶石 Hex Gems 是後來傑希跟維克特做出來的 是比較小比較穩定 被擠壓或摔到都不會爆炸的海克斯寶石 那它可以運用在各種海克斯科技裡面 那你說水晶跟寶石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們其實是一個被符文限制住的一個天然的東西 但它其實如果你仔細看裡面是有符文的 它就是一個被符文操控的力量 形成的一個類似寶石的東西 那海克斯科技呢 其實就是任何可以使用海克斯寶石來達到效果的物品 其實就像電器一樣 我們可以發明各種有用的工具跟娛樂的電器 而海克斯寶石呢就是這些電器裡面的電池 但有魔法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海克斯科技上面都會用到符文 而這些符文呢是把海克斯寶石的力量 變成他們想要的東西 像說有個符文可能是召喚風的話呢 它海克斯寶石放進去它就會有很多的風 就是吹風機就出來了 像傑希的那個錘子嘛 它就有一個符文會把海克斯寶石的力量 變成一個光炮一樣的東西射出去 那這些力量也可以被理解成魔法 但另外一個字是傲術 所以傲術其實不只是這個影集的名字 它其實還代表著更高一層的東西 比較像是星戰裡面的原理 因為傲術有它自己的安排 有自己的想法 對我自己覺得傲術跟魔法是一個類似的東西 但我不太確定這一塊我們可能要再看影集之後 才會慢慢的再解釋更多 那再來呢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維克特發明出來的海克斯核心 那這個海克斯核心原本是藍色的 然後它算是一個更高級的海克斯科技 以設計上來說 這是一個可以讓符文一直改變的核心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慢慢的成長跟進化改變 傑希它發明的海克斯科技 比較像是我們以前那種比較固定的東西 其實像計算機或是電子機的那個小機器 那個機器你也不能幹嘛 你不可以下載新的App 它就只能養那個電子機對不對 海克斯核心呢它比較像是一個電腦 你可以在裡面寫程式創造出各種不同的東西 它會一直演變一直變化 所以海克斯核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東西 但因為這個是未完成品少了一個東西 所以維克特在第一季的時候 才一直在持續的研究它 那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核心的話呢 其實這顆核心的上面 每一面都有我們在遊戲中可以使用的符文 像是精準 征服 巫術 意志 那因為四足一面的關係 所以其實是少了一個的喔 它其實少了啟示 inspiration 所以該不會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維克特才沒有辦法好好的控制這個核心 還是維克特本身就是那個啟示呢 因為它一直很努力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inspiration 超酷的就是如果這個核心 真的像維克特一開始設計的那樣 就是可以跟生物連結的話 那就完全合理 因為在遊戲裡面我們不是調不同的符文 會有不同的效果嗎 像說致命節奏你會越打越快啊 或者是不死之我 你打人的時候會生命血就會越來越多 就會改變生物的一個符文 所以如果這個核心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設定超酷 竟然可以把這個奇怪莫名其妙的東西夾到這個殷疾裡 接下來就是進化的海克斯核心 變成紫色的這個 這是維克特不小心發現自己的血跟核心起了反應 但是核心長出的植物一下子就枯萎了 其實這一幕也有出現在 當傑西想要救維克特的時候 他在翻那個筆記 你有看到那個植物 那維克特就跑去找星級德 在星級德慫恿下 維克特把實驗對象變成了自己 當時他想要做更多實驗的時候呢 他的小助理闖了進來 然後被炸死 那那個時候海克斯核心上面符文就不見了 然後變成紫色的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就跟維克特合為一體了 那以上呢 這就是不同的海克斯科技 符文還有魔法本身呢 傑西其實他們也有討論到狂野符文嘛 那要理解狂野符文的話 我們要先理解符文本身 就是這個世界的魔法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傑西跟維克特一開始在研究這塊科技的時候呢 以為魔法的力量是可以被控制的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魔法的力量 其實不屬於他們這個世界的 英雄聯盟符文大帝 他其實分成四個世界 分別是物質界 就是我們所謂的人界他們住的地方 再來是靈界 靈界跟人界很像 但是是靈魂居住的地方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口袋世界 暗影世界就是摩托凱撒他靈魂世界 其他可能像班德爾成約德爾的家 那也是在靈界旁邊的口袋世界 第三個是天神界 是創造世界的地方 所有的神力空間時間都被掌控在這裡 那最後是虛空界 一個永恆的虛無 想要吞噬一切的地方 魔法其實是從靈界 借過來的力量放到了人界 然後那個力量呢只能透過符文才能過來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用符文 然後把靈界的力量放到人界來 就會有魔法 因為這是完全沒有被理解的一個領域 所以傑西才會提到 狂野符文跟海克斯科技不一樣 也跟其他的符文反應都不同 是一個非常混亂 沒有辦法去操控的力量 - 你在旁邊 - 仍然是一個語言 - 聲音 - 但不是說話 - 可以操控的魔法 就是當人類用符文把靈界的力量拿到人間來 但如果靈界的力量不小心自然或是某些原因衝到的人間來 在沒有人控制的情況下 那他們留下來的那個痕跡就是狂野符文 我現在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漢莫丁爾才會說 有可能就是因為海克斯科技運用了大量的符文 從靈界界力量來到了人間 造成了某種不平衡 讓靈界有很多的力量會爆發 然後不小心跑到人界來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奇怪的光源符文出現 那他們有提到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奧樹流了過來 佐恩下面的那棵大樹才會被感染 那當然呢 在這邊最值得他們擔心的就是 如果物質界跟靈界中間的邊界破掉的話 可能就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很多不穩定的力量會出現 或者是有些妖魔鬼怪可能會出現 但因為如果你仔細看大樹上面那個被感染的紋路 他其實是紫色的 那在英雄聯盟裡面紫色的東西通常都是虛空 所以有沒有可能他是在暗示 如果他們在用海克斯科技的話 有可能虛空會突然間跑來這個世界 然後他們跑來之後就會留下一個痕跡就是狂野符文 想要知道虛空是誰 他們是什麼 為什麼對於這個世界有非常大的威脅 我們有一系列的影片在這邊 耶可以去看 反正虛空就是英雄聯盟世界裡面最可怕的敵人 他會吞沒整個世界 就是光明跟黑暗他就是黑暗 解釋了這麼多我們終於要回到影集 接著非愛跟吉英克斯打了起來 傑西他們則是跑到了海克斯傳送門地底下的基地 發現這裡也被奇怪的東西給感染 還產生了非常可怕的異變 傑西攻擊了那個東西之後 瞬間所有海克斯相關的東西就開始閃爍 很像洛基影集裡面那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在打鬥的時候也看到吉英克斯有用遊戲中的一技能搖搖手榴彈 最後非愛打贏之後吉英克斯啟動了他幫自己辦的葬禮 整個皮爾托福下水道炸出了漂亮的彩色顏料 我其實不太確定那個是真的只有彩色顏料而已嗎 還是帶有毒氣的彩色顏料 這個沒有解釋的太多 這看起來只是顏料而已 他幫自己辦的葬禮為什麼沒抓到這點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說趕快殺了我趕快殺了 然後他沒有殺他就說不應該這樣不應該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爆炸了他一直想死啊 他一直想要想要被他姐姐殺掉 這一節最後梅爾被黑玫瑰綁架 安比薩召集了所有的大家族 宣布他要讓凱特林變成戒嚴時期的將軍 然後安比薩最後他們垂胸的那個手勢呢 其實在官方小說中也有出現 是諾克薩斯行李的方式 最後我們終於知道安排吊念會攻擊的就是安比薩 第三集就結束啦 我在看這個影集的時候其實已經夠驚豔了 就是已經覺得好棒好棒 後來我們再看一些他們在宣傳的時候做的一些訪問啊 又覺得天啊這真的超酷 我跟你們分享一些我們看到的 我自己覺得很酷的一些故事設定 像是菲艾跟凱特林的關係 奧蘇的製作人Chris Link 他有提到菲艾其實從之前第一季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黑白分明的人 他知道敵人是誰誰是朋友 但到了第二季的時候 這個界線變得非常模糊 他不確定誰才是真正的敵人 因為像是原本他很討厭的執政官 卻變成了他的愛人 然後甚至還要他自己去加入這個執政官 然後原本他以為的愛人 卻又變成他很害怕一直在改變的那個人 像是第一季原本很不穩定的是非愛本人嘛 然後比較穩定的是凱特林 但是第二季的時候這個角色就互換了 也是為什麼非愛有一隻求凱特林說 他希望他不要變不要變 但凱特林還是默默的就黑化了 所有人在我的生活都改變了 祝福你不會改變 然後最後他用毒氣逼出吉英克斯 害到其他主人的居民 還願意為了殺吉英克斯冒險去射那個小朋友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讓非愛看到說 哇他怎麼變那麼黑暗 怎麼我愛的人變成這樣 稍微有點小爆雷啊 可是有看預告片應該會知道說 其實非愛跟凱特林最後那一幕 是代表著他們分手 我覺得最酷的就是因為這些人物的曲線 跟他的改變還有成長 會讓我覺得這個影集真的超強 連傑西跟維克特也是 他也有分享這一塊 像是傑西他是一個夢想家 維克特一直以來都是動手去做的人 然後他也是從最低層爬上來的人 雖然說兩個人也都是因為想要進步 所以在一起變成好朋友 一起去解決問題 但是因為上層跟下層的問題越來越大 導致這兩個原本的好朋友 也發現想要的東西也越來越不一樣 有的時候有一些友情有一些關係 真的是沒有辦法受到問題的考驗 一切很美好的時候大家都好好的 可是一切問題來的時候真相就出現了 對維克特想要幫助的是底層的人 然後傑西比較是夢想家 他想要幫助所有人 可是他其實沒有想到底層人會那麼慘 他沒有辦法想他就是有錢人 對他沒有辦法知道說 底層人可能是連幫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幫自己 他就說我給你一個東西你就可以用 他就可以變得很好 可是他連用這個東西的機會都沒有 然後維克特是知道這件事情 不愧是花超級重成本的一個作品 你知道嗎 這一部動畫基本上是打破紀錄的高價值動畫 第一季就花了八千萬美金去做 然後第二季花了一億美金去做 拳頭就有笑說 就是其實靠動畫是虧錢的 他們還是要靠遊戲才把動畫補回來 想要看第三季的話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我不要說怎麼做就這麼做吧 然後最後最後再分享那個製作人 Chris Link他有分享一個事情 他說他們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從第一季原本的15個人 到後來第一季結束的時候請到300人 然後第二季是400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真的很貴 而且花了花的時間很長 但不得不說他們的故事安排真的很好 他有說其實這一季呢 不只是透露了皮爾托弗跟卓恩的故事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新的國家就是諾克薩斯 那諾克薩斯之外呢 還有一些大世界觀的事情 會發生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我覺得他在講這個時候就覺得天啊 影集裡面我們看到的那些暗示 如果是真的的話 像說魔鬥 然後如果是虛空的話呢 就會帶到更多 因為像弗雷爾卓的冰那邊 他們也跟虛空有關 那南部的蘇瑞嘛也跟虛空有關 就是所有東西都跟虛空有關 他是一個世界級的威脅 所以光是帶到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整個英雄聯盟的世界給帶出來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是 以這個方向在進行的話 我真的超期待 真的超酷 當然很有可能他會讓我們失望 就最後他就說沒了 那就一百年後囉 什麼都沒有 那個紫色沒有啦 那就只是光照一下紫色 他不是真的虛空 然後那個綠色 那個綠色就是毒氣啊 就這樣 超爛 哈哈哈哈 好那最後一個比較實在 他有分享 他有說其實這一季最重要是帶出狼人 然後狼人的戲份很重 期待接下來六集 我覺得會超級精彩 好那我們今天的本集就到這裡 你覺得接下來有誰會出現呢 你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是魔鬥凱撒的那個綠色光嗎 有沒有可能紫色真的跟虛空有關 還是那只是Sherry很愛的一個顏色 那喜歡我們爸爸研究室的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哎呀這樣子 然後那個下面網友就說 Fake就Fake 你長生差那麼多 還在那邊那個 褻獨他 侮辱他 你配嗎 配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很開心 然後旁邊就有人說 他已經雙頭15年了 你還沒看到 真的沒看到 就隱隱約約好像有意識到 但是沒有真的到我的腦子裡 對 對你知道那種感覺 對 對吧 對吧 你也是對不對 你也是 你也是對不對 超奇怪 你就是 就是你 就是你 哈哈哈哈 那看懂的朋友呢 也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然後比較理性跟持有愛的方式 來跟我們說哪裡說錯 這是我們的理解 這是我的理解 OK 一定要有愛 一定要有愛 建設性 建設性 不然會被block 要監據 OK 然後被揉搜 哈哈哈哈 想被揉搜嗎 OK 最好會 被 被